被告就是轉身彎腰屁股扒開 然後做以咳嗽的動作 簡身可能比較特殊的是 突然他還會記錄說 你露珠有幾顆 事情有是什麼圖 大概在哪邊 前桃園市長鄭文燦 竟是遭控涉灘收賄 桃園地院11號才定收押禁見 鄭文燦11號晚間移送桃園看守所 根據監獄刑刑法規定 受刑人被告入監鎖食 得脫光衣物進行全身檢查 網紅更生人鑽石帶蒙受訪透露 入肩減身流程大公開 安檢的部分就是要全身脫光 包括內褲 叫你可能手舉起來啊 然後腳抬起來 看腳底有沒有藏東西 主管會指示被告 就是轉身彎腰屁股扒開 然後做以咳嗽的動作 這咳嗽主要是因為它會收縮 要看有沒有藏東西在裡面 因為早期的話 可能監鎖裡面的加檢 都會有人刺青或入珠 他這個宜間的時候 或者是初間的時候 都會在檢查 那像現在夏天天氣這麼嚴格 進去會有多狼狽 就是很熱啦 而且它開電風扇的時間 可能是固定的時間 那有時候 可能睡覺也只是開一下就關了 那裡面有賣那種小電扇 然後吃三號電池 就是如果太熱 可能就是自己弄小電扇 或有時候擦個澡啊這樣子 這樣吹有用嗎 其實有的人還會擦席子啦 比如說要睡前 那個主席擦一下 比較涼 就是只能做到盡量 但是真的熱的時候 還是很難受的 天氣這麼熱啊 然後這麼多人 擠在那狹小的設房當中 睡得早嗎 嗯 一開始是真的很難睡啦 輾轉難眠啦 那因為我覺得 鏡線跟一般設房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它跟外界完全就是沒有聯繫 這個房裡面的 房門的沾四孔 它也是關起來的 還有一個那個紅糠 它也是關起來的 那完全不能會客 就是不能接見通信啦 比如說家人如果來看的話 他可以寄菜 寄百貨 那你收得到家裡寄的東西 但是看不到人 所以那個心情 有時候也是無謂紮成 事實上鑽石帶蒙國中不學好 加入黑幫組織五度入肩 他19歲那年遭到收押禁見 痛苦煎熬心聲 全說了 那時候在北索的中山 中山跟孝山是禁見 那兩三個人一房 其實我覺得就是很難受啦 因為你一定會想外面的事情 因為很突然的事情 那可能不管是工作上啦 家庭很多事情 其實可能都沒有交代清楚 然後最重要的是就是 你一下就是突然跟外界斷臉了 然後 家人來的時候 你只收得到他們的東西 那也看不到人 那個心情是很複雜 然後也非常難熬 所以那時候我也告訴自己說 就是不能再走錯路 因為這是一個很不好的體驗啦 必須深刻的警惕 你試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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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